西游记按援助拍会怎么样 我只能说不适合小孩子看 小孩看了会被吓哭 因为援助中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 比86版的西游记恐怖100倍 偏按1000倍 援助中的唐僧 没有一点得到高声的样子 是一个特别爱哭的人 听到妖怪来了 我哭 看到妖怪来了 我哭 被妖怪抓了 我哭 被悟空救了 我还哭 天天除了哭还是哭 一路九九八十一难 从大唐哭到李善 就这么一个人物性格的唐僧 偏偏是金铲之转世 师徒四人众最被吹的就是孙悟空 自封了一个奇连大圣 其实援助中的描写 猴哥身高四尺 毛脸雷公嘴 电影西游相貌片里拍的孙悟空 才是悟空真实的形象 这哪里有什么大圣的气质呀 活脱脱就是一个妖怪呀 你猜为什么猪八戒也不按援助拍 援助中这个猪八戒 帮嘴巴就三尺来尝 腰牙外露跟野猪没有什么区别 看上去怪瞎等等 再来就是沙和尚 这个家伙的形象最为血腥暴力 身高张二站起来三米多高的大汉 因为沙僧老是吃人嘛 在刘沙和一天不吃人浑身难受 另外沙僧就算加入了取经团队 也没有改变半点形象 脖子上还挂着九个取经人的骷髅头 哥们你这形象真的像出家人吗 所以影视剧和原著真的有很大的区别 看完原著你会发现一个新的世界